但是婚姻全卻不容感谢 而且是所有的婚姻是经过人类几千几万年的历史的美金 要来 我们感谢这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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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有种婚姻全是为了延续下一代存在的义务啊 那这样子的话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说像一行天婚姻 就是你们要不要让没有生育能力的人不能进入婚姻 收掉了什么吧 不会其实因为他是潜在性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这个婚姻本来的制度譬如啊 确实他的婚姻本来的制度就是让人能够生长下一代 他能够在一起他才成立了家庭 最后婚姻我们看到是人类给他的一种社会的制度 为什么他有权利跟义务在里面 因为你有了孩子你就要有一种法来保护孩子 所以人不能够随便的就离婚 所以婚姻他是这样子一个 那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成家了 你会看到在现在亚马逊河里面的最原始的部落 他的家庭是可以在一块 他们男生女生他看到一个女生怀孕了以后就有男生来保护他 替他搭建一个像房子一样的东西 所以那个原因的产生是因为人类生育了 所以才有家的形式 所以才会有这种的制度来作为权利跟义务 所以因为他的生产能力 他的生存条件降低了 所以给他一个社会的制度 保障他有租税的优惠 给他各方面的协助 同时因为保护下一代 让他也不能够随意的离婚 否则这个孩子将来是无辜的 就会丢到社会上来 是谈政治的地方 所以今天护家盟 他要推动的人权 是一个有助于公益的人权 人权不能够违反公益 不能够伤害到公益 所以一男一女的家庭 是对公益有帮助的 我们要保护的民主 是一个尊重自养女的民主 任何民主不能够违反自养女 一男一女的性关系 它的特色就是能够生孩子 我们从男女的性器官 就可以看出来了 不过这个法律通过 生育跟养育是两回续情 为什么一个孩子 怎么成为一个消费品 任人订购外卖选择 谁是自己的父母不知道 所以这个法律通过 我很担心 是不是带来整个文化 受为很大的冲击 有人会说 两个人相爱有什么不可以 人家要结婚关你什么事 刚开始我只是觉得说 对啊 不过我后来想到 可是他们如果要可以结婚 就应该是合法可以领养小孩 或者他们可以用其他人工生子方式 我刚才只是对于这样子的 生养孩子的方式 觉得很很不安 也担心那些孩子的父子被牺牲 可是我逐渐发现 不光是这样 因为这个修法 不光是那些被领养 或者是可能被介负生子 生出来孩子的父子 这个更关心到 我们所有孩子未来的生活环境 因为事实上我个人觉得 这样的修法 无疑就是 替在这个社会里面 创造一个新的文化 什么文化 同性恋是流行这个文化 在这个法 还没有修订完成之前 我们就已经看到 有喜悲广告 有踏踏篇 它的浪漫唯美 那如果这样子的修法 被修订之后呢 我相信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广告或影片促销更多 那同性恋结婚 以及同性性行为 不久 就会成为大家心意为常 甚至是成为时尚风潮 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有两场集团结婚 一场是 一性恋的朋友们的结婚典礼 一场是同性恋的朋友们的结婚典礼 大家会注目在哪一场 大概是同性恋的婚姻 因为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独特的 它是吸睛的 那这样子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孩子将来 就会活到这样子一个蜂巢 一个环境之下